接下来讲的这个呢,就是JQuery的一个属性的操作,是吧,属性操作,我们在原生里面属性操作的话,是用什么呢,那个什么,直接获取元素,然后用点来操作,是吧,点来操作一个属性啊,那么的话,它这里面的属性操作,JQuery里面有它自己操作属性的方法,比如说这个的话,啊,我们先看第二种吧,第二种的话,就是这个Prop,就是取得,这个Prop就是取出或者是设置某个属性的值,是吧, 用这个Prop来获取啊,获取或者是设置啊,比如说这个什么呢,$SRC等于这个,这个是一个图片的标签是吧,它的PropSRC是吧,获取它的这个SRC的值啊,那么这是获取是吧,然后的话什么呢,还是还有一个什么是设置是吧,设置的话这个东西跟什么样,也是按照字典来做吧,按照字典的方式来写是吧,这是一个属性,然后一个值是吧,一个属性和一个值, 是这样的啊,啊,这样设置啊,好,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个获取属性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HTML,这个HTML这个方法的话也是什么呢,取出和设置吧,取出和设置,它是什么呢,它类似于我们的InnerHTML,是这样的啊,跟我们的InnerHTML一样的,是吧,那么它要什么样,它要比那个什么,少写一点吧,是吧,啊,它尽量要少写一点,是吧,它只用写HTML就行了啊, 好,这是关于这个,这个是获取的是什么呢,元素标签,是吧,元素标签里面的内容,是吧,元素标签里面包含的内容,是吧,这个是取得标签里面的这些属性啊,好,来看一下啊, 这个是,这个是,元素的属性操作啊,元素,元素属性操作啊,存一下,好,元素属性操作,比如说我这里面拿一个什么, 什么呢,拿一个A标签吧,是吧,A标签啊,F等于一个什么呢,要得一个警号吧,啊,这样一个元素啊,比如说这是一个链接,是吧,这是一个,这是啊,一个链接,好,那么接着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这个东西啊,其他比如说我这,等会要获取它的属性或者设置它的属性,是吧,啊,好,呃,先来这一个啊,我们把这个script引进来啊,然后 或者是这个,既然是里面的这个script,好,同样的我们要获取它,是吧,要获取它的话怎么样呢,通过什么呢,标签或者是什么,通过标签或者是class或者什么获取它啊,比如说这个的话给它一个class吧,给它是比如说等于一个link,是吧,link啊,好,那么的话我们来,先要获取它的话怎么样呢,需要什么呢,ready吧,写ready啊, 好,翻个选,是吧,翻个选,然后是这个,然后先获取它,是吧,比如说先获取它的这个huff属性,是这样的啊,huff没有,是吧,huff啊,好,那么的话,呃,假如说它里面的这个,我来获取它的class属性,是不是可以啊,是吧,class属性啊,好,比如说它的这个,嗯,好,先定一个吧, 比如说挖一个$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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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就等于$这个什么呢,这个这个点什么,link吧,link啊,好,获取它它了啊,获取它了之后,然后的话,我来先读它的什么呢,这个class属性,是吧,那么的话,比方说是直接cancel吧,cancel,cancellog,是吧,cancellog, 啊,或者alert都可以,是吧,cancellog它的$A,$A吧,就是指的它啊,$A,然后是prop,是吧,prop,prop的话,这个时候读的话,就直接把这个值写到里面去,是吧,比如说它的,这是src属性,是吧,现在我要获取它的class属性,是这样的啊,就是class吧,是这么写啊,class啊,这个相当于是读它的,是吧,写属性,但是不写值的话,就是读它的,是吧,好,来看一下, 好,来跑一下这个页面,是吧,跑一下这个页面,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ancel,是吧,cancel的话,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是link吧,是吧,link啊,这是link啊,就把它cancel出来了啊,这是读它的什么呢,这个class属性,是吧,然后我们来写它的属性,比如说我们把它的hub属性写一下,是吧,再写一个title属性,是不是可以啊,啊,比如说再来写一下,写它的属性啊,这是,这是,这是, 获取啊,读取啊,读取属性,读取class,属性值啊,好,再设置属性,是吧,然后是设置属性,设置属性,好,比如说这个什么呢,这个dollar a,是吧,dollar a,然后是proper,是吧,proper,设置,然后在里面写值吧,是吧,写属性写值啊, 里面的话,一样的就是说,写成字典的一样,是吧,字典的形式,是吧,比如说一个属性,一个值,然后是,然后用动画隔开,是吧,比如说我让它的hub,是吧,h,r,e,f,啊,然后它的值的话,假如说是什么,假如这个是百度吧,t,t,p,啊,好,百度,是吧,好,然后再把它给它一个title,title属性,是吧,比如说这个,title,是吧,title属性, title属性呢,就是什么,这个是假如说是,这个是,去到百度网,是吧,百度网,链接,是不是这样的啊,链接,好, 好,这样两个属性写进来,是吧,写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它可不可以,是吧,好,然后再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是吧,好,虽然这个页面之后,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的这个,有没有写进来,是这样的啊,是不是写进来的,看到没有,hub等于这个吧,是吧,写进来的,是吧, 和它这里另一个title等于百度链接,是吧,百度网链接啊,好,点击的时候是不是到百度网啊,好,这样子啊,好,这个应该是,呃,啊,不是太难,是吧,就是要按照这么写就行的,像,像类似于什么,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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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我们这个proper式的属性值和获取的属性值是什么呢,是这个行间里面的,是吧,行间里面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获取,如果是它里面没有的属性可不可以获取啊,这个还有什么属性呢,啊,没有属性应该是获取不到的,是吧,嗯,好,title,啊,好,比如说这个title没有啊,这个title没有,我来读一下,是吧,好,一开始我来读一下它的title,啊,比如说它的title属性, council log,啊,council log,这个,呃,dollara,它的什么proper,是吧,我一开始就读它的title属性,这个council是没有的吧,看一下啊,可不可以读啊,好,刷新一下,是吧,刷新之后,然后是council,是吧,这是空了,是吧,肯定是没有的,这一开始就没有啊,那就是空了啊,好,这是关于这个, 没有,没有的话就是空的啊,没有设置的,没有设置的,读取的,读取为空,啊, 这个的话 应该拿下来的话 应该是有的吧 拿下来 这句拿下来 再看一下 刷新一下 那么拿下来是有 拿来肯定就有 这个地方读的话 肯定是空 这是关于这个proper的设置 它的话 跟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跟我们的这个 跟我们的那种什么 什么什么点什么什么 就应该是什么呢 写法差不多是吧 写法差不多 就是也没有精简多少 是吧 它是这么写的 是吧 然后如果是设置的话 多个属性是这样子 是不是可以简写很多啊 就直接把属性 直接写在里就行了 是吧 我们的话呢 还得什么 它的点什么什么等于什么 然后它的点什么什么 等于什么 是吧 是不是得写好几句啊 它这一句就可以了 是吧 这个地方还是精简的啊 设置属性的时候还是精简的啊 读属性的时候应该差不多 读属性差不多啊 好 好 读取属性啊 好 那么这里再说一下 比如说我们如果是读这个 读其他的属性 比如说是读这个图片的一个 src属性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说我来个图片吧 好 假如说来个图片 然后这个放个图片进来啊 图片支援 比如说这里来个这个 这个图片啊 002 好 002 我拿到这里来啊 拿到这里来之后 然后给它来一个 来个 Emerge吧 Emerge是吧 好 把它拿过来啊 好 拿过来之后 我把这个图片放进来 是吧 这个图片放进来啊 我要读一下它的属性啊 原生的读的话 就是什么呢 就是看一下啊 它和原生的读 有什么区别啊 好 比如说这样一个图片 是吧 比如说它的什么呢 给它一个ID吧 ID等于 这个Emerge01吧 好 这样一个是吧 好 Auto的话是等于什么 水果是吧 水果 好 那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我来读它的 这个属性是吧 主要属性一样的 要把它选中吧 比如说是吧 挖一个什么 Dollar img是吧 img啊 就等于这个 Dollar 然后是锦号吧 img img 这个是01吧 img01啊 好 01 好 获取的时候 然后我来读取它的什么呢 读取它的那个什么 这个 这个src属性 大家看一下啊 好 那么就是cancellog啊 这个就 这个就 cancellog一下啊 cancellog cancellog 然后是 这个Dollar 什么呢 img它的什么呢 prol prol吧 prol啊 prol 然后是它的什么呢 这个src吧 是吧 src啊 好 看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那么读取的这个是多少 是吧 好 来刷新一下啊 现在那么这个读取的是这个 是这个啊 是吧 这是一个完整的地址啊 是吧 它是一个完整的地址啊 它读取的是一个完整的地址啊 这个是fire什么 c盘的什么 是吧 这个应该是不好用的 是吧 一个完整的地址啊 好 prol src啊 好 这个的话应该是什么呢 跟原生是一样的啊 跟那个原生是一样的 获取的是完整的地址啊 应该是图片的绝对地址 是不是这样的啊 绝对地址啊 啊 获取的图片的绝对地址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图片的这个设置值啊 那记得就是说 你这么写的话 那么它 获取出来这个值的话 是获取的是绝对地址 是吧 所以说 如果实际开发中 要用到这个地址的话 怎么样 我们还需要切割一下吧 啊 需要错一个切割啊 要不然是一个绝对地址 好 这应该是 图片是绝对地址啊 这样一个地址是吧 绝对地址 好 这个的话就是有点不一样啊 这个地方有点不一样 首先把它举例出来啊 就这个地方 是吧 写是这样写 但是它获取的是绝对地址 好 这是关于这个 读取什么 行间的一些属性啊 好 读取行间的属性啊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什么 HTML吧 HTML的话 这个是读取什么呢 这是标签里面的 包裹的元素 是吧 这个是HTML 是吧 它类似于我们的什么呢 InnerHTML 是吧 InnerHTML 比如说那么的话 我再读一下 比如说这个 这个A 是吧 我读取它里面 这个包裹的这个属性 是吧 那么就是这个什么呢 CancelLog吧 CancelLog啊 Cancel CancelLog啊 CancelLog 这个$A 是吧 $A $A吧 $A它的什么 HTML 是不是这样的 这是怎么样 直接读吧 是吧 直接读是吧 那这是什么呢 就把这个里面 空着了是吧 空着这样写是吧 空着这些你要干嘛呢 是吧 你这里面又没有值 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读它的 是吧 读啊 就是读 好 那么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读吧 是吧 读啊 好 然后的话 如果你这里面加值的话 就是什么 写吧 比如说写啊 这个是读 读标签里面的属性 是吧 读取 读取标签 类 包括 啊 包含 包含 的内容 啊 读取标签 内包含的内容 啊 然后写的话 就是比如说 我们再拿一个东西吧 比如说再拿一个 叫做DIV吧 是吧 DIV啊 DIV比如说这个 ID等于DIV 是吧 DIV这样的一个 是吧 好 写的话就是往这个标签里面写东西 是吧 比如说我们还是获取它 是吧 比如说这个 画一个 Dollar DIV DIV 等于这个 Dollar什么呢 这个 警号 DIV1吧 DIV1啊 获取它 获取它之后怎么样呢 我们就往里面写东西 是吧 写东西的话就是说 这个 就是 Dollar DIV 是吧 那么就是 什么呢 点HTML 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这么写 是吧 这么写的话 里面不加值的话就是读 是吧 好 这里面加东西是吧 就是写 是吧 写比如说 我这里面也可以 跟我们的 InHTML一样 是吧 可以写什么文字进去 是吧 同样我们也可以写标签进去 是这样的啊 写标签 是吧 比如说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什么 Span标签 是吧 Span 是不是可以啊 Span啊 好 这么写是吧 Span里面再加上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是 呃 DIV 里面的Span 原素 是吧 好 这样放进去 是吧 放进去啊 好 放进去之后 然后来看一下啊 这个是 刷新一下 是吧 刷新之后 那么这个是 DIV里面的Span元素 是吧 这个是塞进去 是吧 看一下啊 好 这里面 DIV里面塞了个Span 是吧 然后把这个字放进去了啊 好 这个应该是跟我们的 印的HTML是一样的啊 好 只是一个是读 一个是写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属性操作啊 应该不是太麻烦啊 不是太麻烦 好 好